跟你一开始想象的相比的话 是容易了还是难 我是觉得累了挺多 觉得打比赛 打游戏应该会挺轻松的 结果一直在喊 会有很多那种 引来的那种状态 硬拔的那种那种那种感觉 就是要很激动要喊 尤其在拍总决赛最后赢的那一下 真的是要我们会看视频 看那些专业的学生们 那些激动的感情 我们可能当时没有体会那样的感觉 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是有多么辛苦才能拿到的冠军 我们根本体会不到 所以可能有时候会硬拔的那种状态 非常激动的那种呐喊 我感觉这样 你得十个宝是很饱满的状态 对对特别激动那种感觉 其实很多人是觉得非常符合的 嗯 我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 是长了一副爱打游戏的脸 是吗 是是是是说符合这个角色是吧 对啊对吧 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符合吗 还行吧 呃外形上因为我们会从很多人会觉得首先一般的外形就很适合 因为吉祥空也很适合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是从性格上 其实性格上的话 呃吉祥空也是比较那种调皮的那种就是带对熟人比较调皮 但对陌生人的话就会比较这种冷漠的一些爱打不理的 然后其实这跟我就挺像我是那种特别特别慢热的一个人 对 我觉得在你的聊天过程中我觉得看出来就是这个角色好像让你很很带感 就是我我觉得我是我是就是你自己还蛮带感的 对 其实拍他拍打比赛的时候那那个时候感觉是挺挺挺带感的 刚刚你有你有说到了就是其实两个男男一跟女一是那种互相陪伴 然后比起成就吗 最终获得了比起成功吗 就如果这种情感模式放在真实生活当中的话 你会喜欢这样的模式吗 一起努力 然后成就 哇 我没体验过这场 应该挺不错的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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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